记者詹氏洪云林报道,近日让斗六市名文抢色变得斗六迟到随即行抢难,刚刚在斗六市区被警网拦截落网,警方先在斗六文化路万八餐厅附近发现郑姓男子驾驶的银色轿车,立即发动警网围捕,最后在斗六棒球场逮到郑贤,目前正在侦讯中。 正姓男子近日开着银色轿车,拿着小刀,专门锁定落单女子作案,以随机在斗六市犯下至少三起抢案,引起人心惶惶,警方在最短时间内一掌握锁定作案嫌犯,但因嫌犯驾车四处逃窜,多次发现踪击,但仍被其逃脱。 今晚警网在斗六市文化路发现嫌犯所驾驶的银色轿车,立即通知警网围捕,在多辆警车包夹下,嫌犯被逼至斗六棒球场附近,最后逃无可逃,只能下车袖带,让斗六随机作案强匪路网,市民免于恐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